政法委为救孟宏伟案表态港媒,或设习曾两大戏权争,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总席孟宏伟,突然落马目前事件仍在发酵中,虽然国际媒体不断追踪报道,但中共政法委却至今未有表态。 广告次10月5日法国电视台Europe 1率先爆出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后,中共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7日被迫发表通报承认失踪的孟宏伟在中国因涉嫌违法,正在接受监委监察调查。 8日凌晨中共公安部召开党组紧急会议,通报孟宏伟,因收受贿赂,涉嫌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情况,并表态称当局对孟宏伟的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不过。 事件被踢报至今一周时间,中共政法委却始终沉默外界关注孟的落马,是否会引发中共政法系高官面临,被再次欣喜。 香港媒体《明报》分析指出,从中共官方对孟宏伟的通报中,提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可能再暗示他涉及了周永康的政法系统就案。 根据公开资讯显示2004年,孟宏伟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正是周永康任公安部长期间,如果孟宏伟是作为周永康疑独被抓明报,指出那么他近些年的上司孟建柱和郭升坤,会不会也将受到牵连的报道。 说,之前的中共公安部,一直被江派人马把持并不信息公安,不明意上属国务院,但实际,归中共政法委管辖。 因此公安部长一般,都是政法委书记的继任人周永康,孟建柱,郭升坤都是按此路线升迁习近平拿下周永康后虽在政法系统清理了一批州的余党。 但对孟建筑,郭升坤的人仍基本为动而梦,郭一辈指是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嫡系,据称郭升坤还是曾庆红的表外圣女婿。 郭升坤妻子的祖母是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的亲妹妹,并有消息透露孟宏伟的仕途升迁。 与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升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算是湖南中南工业大学校友孟宏伟。 2013年,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身份兼任中共海警局首任局长,得以畸身正部级。 当时的中共公安部长正是郭升坤,因此,郭升坤为脱干系,也因快速对孟宏伟被调查一事,做出反应。 可事实上,他侠下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一直失声,令外界颇为奇怪此外,中共司法部时日召开党组会议时,由党组书记袁淑红主持而身为司法部长的傅振华, 并未出席而复,也是具有江派背景的官员。根据此前的报道,傅政华原是在北京公安局搞刑侦出身的2010年2月官,至北京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北京一直是江派的势力范围。 傅政华也隶属江派2012年重庆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事件,后周永康发动的319政变未遂,与傅政华倒戈头像胡锦涛, 习近平阵营有关随后傅政华,被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但在2015年由习近平,在福建时的旧部王小红,接任其北京公安局局长之职。 经济重地职务被夺说明曾经被靠江派的傅政华,并未获得习近平的真正信任。